他说他是空的 空的红包那他还捡它干嘛呀 他当时这样子都捡起来看过了 他空的那他当时应该扔掉了 他还那么兴高采烈的往回家跑干嘛 红包带我拿走了呀 空的为什么还要拿走啊 空的没有说空的都能拿走吧 没有这个讲法吧 视频中正在说话的是高女士 高女士说儿子生日那天 孩子爷爷给了一千块钱的生日红包 当天又忙着准备午饭 高女士就随手放在了这个床铺上了 刚好那天天气不错 高女士便叫老公把床铺包到窗边晒一下 高女士的老公就将两个房间的床铺 直接放到了房道窗上 高女士猜测就是在晒被子的过程中 红包掉了下去 高女士的老公也没太注意 之后孩子发现自己的红包不见了 一家人才着急忙慌地去楼下找 还调取了一楼的监控 过去了啊 你看 然后 要到那看到一个红包 他用脚踢了一下 踢了一下呢 看看四处有没有人 然后他头低下就剪了 剪下来呢 还稍微打开来看了一下 然后他这样 看看很高兴的呢 高兴就跑掉了 跑回去了 监控中 这名女子就住在高女士的楼下 高女士也曾找到过她 但这名捡红包的女士 却表示自己没有捡到红包 随后高女士给出了监控 该女子连监控视频都不看 便改口称自己确实捡到了 但是里面是空的 其实从视频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 该名女子应该是捡到钱了 谁捡着一个空的红包 还会高兴地跑起来呢 高女士也是这样认为 认为该女子是在撒谎 随后记者陪同高女士来到了派出所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到了 这名捡红包的女士 你这个当时红包是不是捡了已经 我这里面就是空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红包 但没有东西 怎么把红包拿走啊 红包带我拿走了呀 空的为什么还要拿走啊 空的没有 空的都能拿走吧 没有这个假法吧 里面没有钱 对没有 我想你这个捡到的这东西还是还给人家 是吧 对吧 那没有的东西 你后来说 我说 什么东西都有 那我没有这个本事 也没有这个难力 是不是 该名女子即使面对警察 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不得不佩服这名女子的心态 高女士也表示一千块钱不多 只是代表了孩子爷爷的祝福 现在虽然钱找不回来了 但希望屏幕前的观众来帮忙评下 看看她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如果这个红包真的是空的 那她为什么要捡起来看一下之后 还兴高采烈的跑回家呢 你认为她捡到的真是空红包吗 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讨论 谢谢大家